在议长童子卫和副议长杨秀玉带领下 包括代表市长谢国良出席的副市长邱佩玲 议员和前议员们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签下蛋糕开心庆祝基隆市议会 74周年会庆 庆祝会庆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卫和副议长杨秀玉 亲自表扬资深以及基优的市议会员工之外 历经罢免案纷争之后 议长童子卫也建议市政府多慎重面对 所有各党派市议员的意见和发言 议会一定会秉持监督的立场 协助发展推动市政建设 特别是没有任何一个党派 有人数上的完全优势 也因此过去一年的议事厅里 对议事的讨论更甚以往 增添议事主持的挑战 在这个身为议长的我 我们也一直严守意识中立 以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来处理各方的意见 跟所有人的立场 我相信过去一年在做不分党派的各位 一定都可以感受到我们议会 持续保持着一个客观的立场 以及努力寻求福会的共识 让意识顺畅的进行 我想目前的纷争告一段落 我衷心期望我们市民朋友 以及全国媒体的广泛讨论 可以让我们的市政 金融市的曝光都可以持续的进步 让金融市的发展可以持续的更好 我们建议市政府要慎重面对 我们所有议员 发言所有议员的意见 我想站在市政发展 市民需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 议会也一定会秉持着一个监督的基本职责 协助各项市政发展 我也会力求所有人的平衡 只要是更好的政策 有利于市民还有金融的发展 相信我们所有全体的市民 都会给予我们金融市议会 和金融市政府更好的评价 议会也会持续的推动 支持还有协助市政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本会各党派议员本届 所有的市民赋予我们监督 还有这个提案的权利 所以我们要检视 大家自己如果有自己自身 每个人都是所有选区选出来的代表 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发表的意见 都对选区来说非常重要 市议会也特地请来 由妙音乐剧团指导的中兴国小太古班来献议 以及客家文化协会和唱团 精彩的歌唱表演 而代表市长谢国良出席的 副市长邱佩玲也回应表示 感谢也听到议长同志委的建议 也请议员们如实忠实地 把各项状况反映给市府各局处官员 请官员们努力诚恳地 听到议员们的声音做改进 在议会的质询 我虽然没有在现场 但是我只要有空我一定看直播 很多议员讲得非常对 我觉得我们回来是要改进的 甚至我常常看议员的脸书 看到每一个区的异作 对自己地区的关心 看到我们市府官员的陪同 我就觉得很安心 因为大家合力完成一个 让每一个人安心的环境 我自己举我的例子 我在做七堵邮局 七堵邮局最小是杨秀瑜医长 拜托我的 那想了办法 我第一次去看到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快掉出来了 我觉得我很惭愧 我怎么会让我的基隆市民 可以在一个这样的候车亭 这么大的站 他们坐在那个已经不能坐的椅子 在晚上他们的灯是一盏 已经要掉下来的灯 当时我觉得我非常惭愧 所以很快速地 我跟附作在商量 怎么样去怕改得更好 当然这个前提 是我更谢谢医长 医长在我每一个的动作当中 他只给我支持 因为他的支持 我才有信心做下去 他若说个No 我心中一定充满单纯跟害怕 所以最终是要在此 谢谢所有的议员们 有你们 你们是最高的名领代表 请你们忠实如实 反映每一件状况给师父 也希望我们师父 每一位官员们 我们也努力诚恳地 也改进 这是我最希望的 另外议长通知卫 也邀请前市长 也是前议长的张通龙 和同样也是前议长的 张芳丽议员上台致辞 感谢两位大前辈 对建设发展基隆的贡献 两个人也都感谢历届议员们 和市民好朋友的支持 才能让府会共同推动市政 而不再寻求九年任 要退隐江湖的张芳丽 更向大家致谢 也分享自己 做人处事的座右铭 就是谨守分寸而已 最后在生日快乐歌声中 大家一起高唱生日快乐歌 共同切下蛋糕 开心庆祝基隆市议会 74岁生日快乐 随后议长童子伟 跟普班正议政顾问聘书 给林黄辉 朱启明和王维荣三个人 请他们发挥所长 提出建言 协助市议会持续进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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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